再來就是 一定要吃的就是你們的 三烤豬肉 三烤豬肉 一般都是用鐵板煎 你們用烤肉的方式 所以它會有炭香 就是那種 對 它那個味道就比較香 你們是用什麼木頭 有特別去挑什麼木頭 還是只要是木頭都可以 梅子 梅子樹的 對 梅子樹 所以它就會有獨特的那種香氣 然後又香 嗯 這肉有吸嗎 油 醃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然後就下去烤 對 可是肉肉好Q喔 很有嚼勁 很Q耶 是因為它的肉質是 哪個部位 三豬肉 三豬肉的關係 對 然後用木頭烤的都特別香 特別香 特別好吃 南瓜素豆排骨湯 整個南瓜把蚵蚵做成中 裡面包著素豆熬煮的排骨湯 嗯 嗯 一打開香氣四溢 不但賞心悅目 也應用十久喔 OK 這個素豆是不是會軟化這個肉 會啊 的關係 所以這個肉吃起來特別嫩 還是因為也是燉很久的關係 這樣也是要熬一段時間 才會有那種味道 像一般排骨也沒有那種味道 你… 對 一般排骨沒有那種味道 你熬半個小時是沒有味道 然後你熬了三四個小時 當然是有那個味道出來 所以說素豆排骨湯就是有那個味道 真好吃 它搭配上這個南瓜 當作它的粥 對 就很養生耶 我們這個熱情的梅蘭姐 準備一道菜 五涼拌龍鬚菜 迷你可口的三芋頭 三丁真有的子弟瓜 最後別錯過這道甜品 野生愛玉加當季的新鮮水蜜桃 絕對幫助你去油膩 好吃的啦 好吃 怎麼講 好吃 馬安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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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一定會講這句話喔 馬安順 瑪雅工作坊 他們幫助婦女朋友學會皮鴨的藝術創作 走 我們進去看看他們的作品 螃蟹一雅爪拔個 兩頭尖尖這麼大個 為什麼會唱這個呢 原因是因為我看到他們的皮鵰作品 全部都跟螃蟹有關係 是的 我們來到了馬雅工作坊啊 好好來訪問一下我們老師好了 老師跟我們講一下 當初怎麼會有成立這一個馬雅工作坊 馬雅工作坊大概是在 就是兩天年左右吧 那個時候就是 大概政府有輔導就是 原住民婦女回到部落來成立工作室 然後搭了這個 就是搭了這樣的一個方案 就想說回到部落來成立馬雅工作坊 對 可是我很好奇耶 從我一進門看到 從抱枕啊 筆筒啊 到那個名片桿啊 所有東西都跟螃蟹有關 為什麼 像我當年在杜惠區那邊寫到的 那個皮雕記憶的話 那個時候是 我的老師是排王族的一個婦女 那剛開始的時候啊 就是都是做那個排王族的圖騰 白荷花啦 白不捨啊 那我想說我如果要堅持走這條路 做這件事的話 那我應該也要有我自己的圖騰 我要有我自己的意象 所以我們卡納卡納的畫就是溪流文化嘛 那我想說溪流 有魚啊 有麥魚啊 螃蟹 我覺得就看 試試看 從螃蟹開始 可不可以創造出我個人的風格這樣子 我希望在部落裡面 跟一群部落婦女 一起創作 一起說故事 然後我們也不期望 我們也不期望有什麼樣的名聲 我們只希望有族群的美麗 可以流傳永遠 就一顆希望從子貼上去了 那也希望我們來看到婦女的皮雕創作 來感受部落的之美 下一站我們前往納馬夏區公所 聽說一年一度的春之送就要開始喔 我們春之送的活動其實重點 我們有幾個 第一個我們練了一個螢火蟲 因為我們納馬夏這個山區 有很多點 就是有很多的螢火蟲 可以看到螢火蟲 對 表示這些生態很好喔 對 這不錯 第二個呢 再加上就是我們的布農族的四耳祭 四耳祭 這個也是推動我們原住民的一個文化 第三個呢 那就是我們的周族的一個合計 對 雖然也是也希望透過活動 對 文化的活動 讓更多人知道說 我們大自然要去保固 對 那再過來就是我們推動的我們在蘭拉夏區 就是比較經濟的一個水果 就是水蜜桃 對 希望透過我們的文化這個系列的活動 帶動我們農民的一個經濟 對 一個澎湃向上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納馬夏區 吳妮囊 禮火蜜桃 完成納馬夏的任務 西亞團隊隨即前往桃園 繼續尋找希望種子喔 孟芙要持續來尋找希望的種子 來到了桃園區這個地方 儘管巴巴蜂災呢 這裡也受創嚴重 那他們呢透過自己的努力呢 重新再進行家園的重建 但是有一項呢 你可能不曉得就是 算是南台灣的首屈一指的一項產業喔 就是梅子 所以根本孟芙的腳步呢 一塊去看看他們如何用梅子 用心製作出美味的酸甘甜 梅子 梅子 又脆又漂亮又好吃的梅子喔 這就是我要找的梅子耶 你不知道這是誰種的 梅子 那 他們在那邊採梅子 好 我過去找他們囉 好 我過去找他們囉 美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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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要找的 是的 好 我找你好久 我就是要找這個啦 就是梅子 聽說這是你們這邊很重要的一個特產 對不對 對… 那你們在種這個時候會不會很難種 因為我們的海拔是很適合種在我們這個桃園區 桃園區這邊 所以你們這邊那個是因為我們這邊的氣候 還有海拔還有土壤都很適合種這個囉 對… 聽說你們的品質算是台灣數一數二的 對…我們這邊的品質酸度非常的夠 酸度喔 酸度 主要是酸度 酸度很夠 對…酸度越高很適合做梅子精 那梅子精有什麼樣的好處啊 為什麼日本人這麼愛啊 對身體很好 然後… 它的那個身體的酸檢質 平衡身體的酸檢質 對… 因為有時候身體可能是比較偏酸 然後其實這個算的是酸的 可是它吃到身體是鹼性 對… 每到四月份是桃園盛產梅子的季節 情河裡的竹人們都先放下工作 投入梅子採收的作業喔 嗯…真胖的梅精啊 喔…原來這個黑黑的就是梅子精了 對… 那看起來好像快好了耶 對…這個還要熬差不多有… 有濃稠度 這已經煮多久了啦…像現在這樣子 差不多30個小時了 已經…這樣子已經煮30個小時了喔 對… 哇…那還要再剩下多久的時間才可以完成 差不多一個小時半到兩個小時 所以他們這幾位大姐都沒有休息喔 都沒有休息 真的喔 差不多四個小時輪一次 四個小時輪一次 不然的話雖然這個… 很累… 這個工作看起來很輕鬆啦 對… 可是都不能停啦 等一下打瞌睡完蛋了 打瞌睡就燒焦了 燒焦了 這一鍋就沒了 對… 這一鍋可能價值很高喔 對啊… 這一鍋它要可能有多少價值 好幾萬塊啊 好幾萬塊 對… 所以要好好顧這一鍋喔 對… 這不能那個讓它燒焦 燒焦再好幾萬塊就沒了 對… 這樣子心血就白費了喔 對… 手工的產品就是這樣子 比較費工嘛 比較費工 所以它在做的時候 完全一滴水都沒加還是… 完全都是汁 汁 就是梅子的汁 炸汁 然後這樣子熬… 熬到這樣的程度 希望我們現在做的產品喔 能夠… 呃… 帶動我們… 八八豐災之後的… 呃… 經濟改善 然後我們做的產品真的是無毒 而且品質也是非常好 也希望吃的人呢… 呃… 他們的身體能夠健康 然後整個我們桃園香的梅子的加工 或者是我們… 我們這次做的一些產品 能夠推銷出去 多多幫助我們支持我們這個… 桃園香美的一些產品 希望大家喜愛 觀眾朋友 不要懷疑你們家電視沒有畫 我就置身在屋裡面 屋裡看畫越看越畫 這就是咖啡生長的地方 我要找柴兒姐 帶我去看咖啡豆怎麼採收 柴兒姐 你在哪裡 我在這邊 總算找到理由 在一堆屋裡面當中找人 還真難找啊 我們這咖啡有什麼不一樣的 這個咖啡豆特別大力 你沒看到 你看 這是高海拔的咖啡豆 就是有這樣的 所以妳這咖啡豆種多久 這個在民國74年種的 一直到現在 可是那時候 我們都沒有整理這個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請人家看這個是什麼 而且人家講說 過期你們也是父母親有種啊 我們再整理著 再採收這個 一直到現在 一般低海拔的話 它是比較多 可是比較小粒一點 比較小顆 對 他們採收的時間比較早 那我們是比較慢 因為東西在冷的地方 都比較慢 所以你們都什麼時候來採收 我們採收咖啡豆 是在12月到4月底 或是5月初 那我們是每個兩個禮拜 採收一次 所以妳是這個咖啡豆 這個不只是直接這樣子去烘焙 它還要去處理嗎 剝皮 剝皮 剝皮到成裡面的 要不要試試看 剝一個 它是長怎樣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有做三種的做法 好像花生豆 好像花生人 然後原來這就是咖啡豆 就是剝皮完之後 變這樣子 好冷喔 好 來看 我們這個是藤次咖啡 高海拔的咖啡 總算 有一杯熱騰騰的高山咖啡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咖啡豆 對 你們自己種的 那它也是自己採收 自己烘焙 對 自己煮 所以上上喝這個咖啡 是滿滿好 因為這邊常常起物 所以滿適合喝高山咖啡 你看在這一片霧當中 雲海當中 都可以啦 喝咖啡 你看不是平常人可以 享受得到的 對不對 我覺得你們的咖啡 其實我喝的是黑咖啡 我沒有加任何的奶精 或者是糖 第一口剛進去的時候 會有點苦苦的 可是到最後到火龍的時候 是甘甜的 對啊 好好喝喔 這咖啡在樹上滿久的 所以它的特色 比較跟一般的口感不一樣 一般的口感 和你們的不一樣地方在哪裡 它是 它剛剛喝對你說的 有一點苦 但是你第一口 第二口第三口 甘甜又回甘 回甘 回甘在喉嚨又很久 不像一般人 一剎那就沒有了 我們是停留在裡面滿久 停留比較久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喉嚨這邊 就是那種 咖啡的那種甘甜味 它不是那種糖的那種甜 它是那種甘甘這樣子 是 是 好好喝喔 好難得可以在這個海拔 一百五十多公尺的地方 一千五 是 我都冷昏了 我都冷昏了 一千五百 對 多公尺的海拔 好難得可以喝像這個 高山咖啡 你看我還在抖 不過咖啡喝下去 身體都軟起來了 對 嗯 巴巴水在吃後 有了咖啡 我們再有這個希望 希望你們都能夠喜歡這個 藤子咖啡 它的狗感很特別 因為它長在樹上滿久 所以喝起來 回甘 甘點 香醇 希望你們都喜歡 支持我們這個藤子咖啡 妹子加咖啡 來桃園走一回 你不來會後悔 一定會後悔喔 經過八八豐災之後的重建 我們部落都已經完整 而且交通非常的便利 大小車輛都可以到達我們桃園區 八個部落 我們四月份 我們有青梅的採收 那五月份是紅肉旅的盛產期 我們也會舉辦布農族的設計 所以呢我們將文化跟產業結合在一起 我們桃園鄉有很多優質的農產品 野生茶 愛玉 青梅 紅肉旅 屆時呢 歡迎大家 離家出走 到我們桃園區來 歡迎大家 是嗎 無論是納馬蝦還是桃園 統統歡迎你啊 這一趟尋找希望種子的原鄉之行 算是圓滿達成啊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別忘了下個禮拜統一時間 還有更精采的嘻哈高雄喔 掰掰